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山 我们继续查传道书 在上一集 传道者回顾他一生生怒的果效 结论是得不到预期的成果 所以他觉得牢鹿是虚空 是暴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传道者进一步指出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一生牢鹿所得来的东西要留给后人 一些从未出过力的人坐享其成 他觉得那是极之痛苦 极其丑恶 我们继续看传道书的二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 传道书二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人在日光之下牢鹿泪心 在他一切的牢鹿上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牢虎成为仇凡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在一章三节 传道者曾经提出同一个问题 就是在日光之下的牢鹿有什么益处呢 来到这里 他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 根据他的观察 人劳心劳力做事所得到的 除了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之外 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要留给其他人 实在是毫无意义 传道者觉得这种生活方式 令到精神肉体都很痛苦 辛劳的工作令到身心疲累 日头做事已经令到个人很累了 到了夜晚 因为精神压力太大 而睡得不好 所以这一切都是虚空 我们看完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传道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人莫强如吃喝 且在牢鹿中享福 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论到吃用 享福 谁能胜过我呢 神喜悦谁 就吸谁智慧 知识和喜乐 唯有罪人 神使他劳苦 叫他将所收罪的 所对值的 归给神所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暴风 《传道书》由开始至此 神这个字才是第一次出现 传道者的态度开始改变 他由神 由信仰的角度去看事物 认为人能吃开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那也对啊 有些人因为病而吃不到 又有些人就因为某种原因 想吃一餐安乐茶饭 也很难 如果有好的健康 能够平安度日 的确是一种福气 第25节 《和合本》的翻译将重点放在传道者的身上 似乎不是太准确 我们看看新译本的二章二十五节 新译本的传道书二章二十五节 离开了他 谁能有吃的呢 谁能享乐呢 如果无神 我们无法享受人生的衣食住行和欢乐 你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 所以有神同在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在人生的每一个经历 如果按照神所规定的方式生活 知足常乐 那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了 人生的满足是在乎神 生命的意义 不能够凭着世上的事物找到 我们所拥有的 都是神的恩典 神的供应 而能够享受世上生活的人 就是那些敬畏神和梦神喜悦的人 人如果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存着感恩和知足的心 做神所喜悦的事 就会得到有淑灵价值的赏词 包括智慧 知识和喜乐 从而获得满足和有意义的人生 相反 人若果离开神的旨意 无论有多努力 所做的都是枉然的 这三字经文具有劝世的意味 为传道书第一段对虚空 循环 荒谬 无意义的人生作出结论 传道者用智慧思考 即是经文的一章十二到十八节 有从生活的体验 是经文的二章一到十一节 加上理性的归纳 是经文的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写下这一段圈面的说话 第一 人在牢鹿当中享福是神的恩典 第二 神按照自己的意思 施恩给人 林彬 我们查完传道书第二章的经文了 那我们开始查第三章的经文 传道书的三章一节 是这一段感叹诗的前言 传道书三章一节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定期和定时有不同的意思 定期在希伯来原文的传道书 只出现过一次 意思是一个特定或者指定的时间 而定时就是时候或者时机 至于天下万物 除了只一件事发生之外 在原文还包括当时的情绪和感受 普天下所发生的事 都有神的时间和安排 既然人生的变幻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 那人只能够把握时机 借着神所赐的智慧去做合意的决定 在接下来的七节的经文 有二十八次提到有时 其中十四次是正面 而其余的十四次是负面的描写 十四是七的倍数 而七就有完全的意思 紫山将这一段经文读给大家听 没问题 传道书三章二至八节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众有时 拔出所灾众的也有时 杀禄有时 医治有时 拆位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动有时 跳舞有时 抛窄石头有时 堆聚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逢保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悟有时 争战有时 和好有时 在未分享内容之前 想和大家讲一下 如何欣赏这首感弹诗 按照犹太诗歌的结构 我们可以将它分成为四段 二三节是第一段 四五节是第二段 六七节是第三段 而第八节就自成一段 不如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首诗歌的内容 生和灾众是相应的 而死和拔出也是相应的 生、死、灾众、拔出 和下一节的杀录、医治、拆毁、建造 正好就是相对的排列 全道者指出 世事不能够由我们控制 这是人生的另一个荒谬 就是定命的荒谬 人生有喜亦有悲 有欢乐的时刻 亦都有伤心流泪的时候 除了生老病死之外 人要面对突如其来的事 甚至以外 从而不同的情绪和反应 至于抛宅和堆坠石头 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法 如果和灾众有关的 整理农地就是抛宅石头 而亭坚就是堆坠石头 如果和建筑有关的 拆毁的时候就是抛弃 而建造的时候就是堆坠 至于战争、攻击就是抛宅 而防守就是堆坠 坏谱和不坏谱 是讲到人生的聚散 尋找就是渴求 失落就是消失 保守是保留 而舍弃就是抛弃 人生有德亦有失 对于财富、名誉、地位、权力的追求和失去 人不需要太执着 亦都不要根根计较 根据犹太人的传统 在悲伤和悲愤的时候 会撕裂衣服 以表达哀动之情 而当情绪恢复正常的时候 就会作出一缝补 循环再用 很符合经济原则 静默和言语是一个对比 指出人应该在什么时候保持针 什么时候应该说话 这个是朋友相处之道 当我们到约百计的时候 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整首感叹诗的结语就是 为喜爱、恒惑、争战和和好 喜爱和恒惑不局限于人制关系 当人与人之间产生摩擦 有机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甚至战争 所以人要喜爱政制、恒惑邪恶 讨厌战争、维护和平 我相信这首感叹诗 对传道者有很深远的影响 使他完全认识到 这一位全知全能的神 是掌管人生的一切 传道者对这个领寿有什么回应呢? 留待下回分解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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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